男子在寡妇家借宿,好心送其银两,寡妇却说,小心你妻子。隔天惊人一幕,吓傻众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安城镇有两家染布房,一个在东头,掌柜姓张,明长梁,另一个在西头,掌柜姓赵,明成中。 两家离得远,表面上互不相干,实则暗地里都在叫着进。东头染布房开得年数长,经验丰富。染出来的布,色泽上亮一些,好看,故生意比西头的要好上很多。 张长梁有五女一子,女儿个个都嫁去了县城里。女婿们的家境都不错,不需靠自己贴补。平日里,他们还会拿钱来孝敬二老。 再加上除这个染布房外,乡下还有些田产收租。 故在这个镇上,张家算得上是殷实的。 按理说,不愁吃穿,这日子应该过得很舒心才是。 偏偏最老妖的那个,儿子张志远,很不让人省心。 生了五个女儿后,才生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自然是宠爱之极。 不拘着他,任他做什么都成。 浇灌的结果就是,这孩子不爱读书,十五岁擅作主张从学堂里跑出来。 张长梁心想,不爱读书就不爱读书吧,日后跟着自己学手艺,怎样都有口饭吃。 反正从祖上起,张家就没出过一个读书人,估摸着他也不是快读书的料。 可问题是,张志远也不爱做染房的事情,自己偷偷找了个跑江湖的艺人,跟他学些拳脚功夫。 只把张长梁气得很,娇子如害子,前人所言,从来不作假。 有心想找根棍棒教训他一顿,无奈这小子已经长大,不好管了。 若他起了逆反心理,和自己对抗,自己还不一定打得过。 还有妻子周氏,搞不好也要跟自己拼命。 思来想去,最后一声叹息,管不了了,游着他去吧。 张志远学了两年拳脚功夫后,也跟着师傅学了些江湖习气。 喜欢在外面结交朋友,为了讲所谓的义气,常常请人到馆子里喝酒吃饭。 请客的钱,当然是伸手问家里要。 次数多了,张长梁就不许周氏再给他钱。 他也不在乎,直接带人来家中吃。 张长梁很无奈,对着妻子说埋怨话。 周氏也没有办法,又舍不得骂儿子。 不过,好在张志远除了喜欢与人吃喝,倒没有别的恶习。 不像别家不学好的人,吃喝嫖赌全沾染上了。 对于这一点,张长梁夫妇俩在心里是暗暗庆幸着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两人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志远十九岁时,周氏想着让他早点成亲。 他认为男儿一旦成了家,就会变得懂事许多。 早些年他在曹头村乡下住时,曾为儿子订了门娃娃亲,对方是村里学堂宁夫子的独女。 因他与宁夫子的妻子王室玩得极好,又见他女儿长得粉浊郁嫩的,甚是可爱,便有心让两家儿女结个娃娃亲。 双方的丈夫知道后,也没有提出反对。 因此,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周氏和王氏两人还交换了信物,自个儿绣的帕子。 周氏绣的帕子上是一对鸳鸯,而王氏绣的则是牡丹。 一年后,张家搬到镇上来住,除每年去乡下收益回租,就很少再回去了。 自然而然地,与宁家生疏了许多。 后来,周氏听说宁夫子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抛家不顾,不知所踪了。 而王氏则带着女儿投靠了葛庄村的娘家。 再后来,又听说王氏因身子不好,没了。 女儿可怜,被放在王氏兄长家养。 王氏兄长家是怎样看待此事的? 那孩子长得又是何模样?周氏一概不知。 所以,这门娃娃亲让他头痛不已。 晚上跟张长良商量,我瞧着这门亲事还是算了,当时就是交换了帕子。 又没有文书,做不得真。 张长良皱起了眉头,承诺下来的事情,不去遵守,任意地去更改。 那为何当初要许下承诺呢? 这不是逗人在玩吗? 哪有这样做人的道理? 周氏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不服气地顶了一句, 他家里情形不是有变吗? 再说,他是否已经嫁了人,我都不知道。 张长良本就气他宠儿子,宠得没了边,听到这话就更加不高兴, 故儿说话没个好语气。 你不知道,就去打听啊,葛庄村离曹头村又不是很远。 别搞得人家姑娘在家里天天等, 你这里又给儿子娶了别家姑娘,缺得不缺得。 周氏听了,心里不痛快,天又拿不出话反驳。 过了一会儿,才说, 那名,我问问志远认不认这门亲事。 张长良叹了一口气,不想理他,自顾自地转身睡了。 一日一早,张志远吃完早饭又要出去玩耍, 被周氏喊住了。 说是有话跟他讲,张长良是懒得理着母子二人, 附着手去前院瞧人做事了。 志远听明白母亲的话以后,说, 我朋友多,问问他就成了。 说完,紧赶慢赶地也走了。 只留下周氏一人在屋里叹气, 不知宁夫子的女儿成啥样了。 他心里是希望找个厉害的,能管住儿子。 张志远并没敷衍母亲, 他是真的去问了。 事情有大有小, 他还是能分得清楚的。 自己成亲的事,是大事。 平日里他玩得要好的朋友当中, 有一个就是葛庄村的, 名叫李贝春。 说起投奔到王家的, 姓宁的姑娘,李贝春是知道的。 他父亲誓死是生, 没有人知道。 他本人容貌长得极好, 像个天仙似的, 可就是,话说到这里, 李贝春犹豫起来。 张志远急了, 照实说呀, 吞吞吐吐地做什么。 李贝春面色凝重了几分, 我听闻, 此女子行为不端。 张志远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有这等事。 李贝春面上缓了缓, 我仅是听闻而已, 实际情形, 需你自己去村里暗中找人查访。 张志远与李贝春认识有几年了, 见他说话留了几分余地, 估摸着这是人家给自己留些脸面呢。 心中恼怒, 那定就是有此事了, 我岂能娶这种女子为妻。 说完, 转过身就回自己家, 向母亲禀报此事。 周氏听了, 半信半疑, 你那朋友的话, 可信不可信。 张志远最烦父母对自己的朋友起质疑态度, 故而不高兴地说道, 不管这事情真还是假, 我都不可能娶这女子。 周氏不解, 如果不是真的, 为何不能娶? 张志远懒得跟母亲解释, 只说, 打死我, 我都不会娶她, 你们就等着张家吴后吧。 落下这句话后, 她就出门去了, 任凭周氏在后面喊她, 也不理会。 吃赏午饭时, 张长良听周氏把这事说了后, 埋怨她做事草率。 这等大事, 理应你亲自找人打听, 怎能由她瞎折腾。 周氏自知理亏, 但面上不肯认错, 狡辩道, 她长这么大了, 也是时候该好好地做见识了。 我这不是想让她练练吗? 张长良气急返笑, 平常的小事情, 她不愿做, 也做不好。 我骂她, 你还要跟我吵? 如今这么大的事情, 你反倒就让她独自练上了。 见周氏面上不服气, 那样子似要与自己继续争论。 不想与她吵, 连忙摆了摆手。 算了算了, 事已至此, 多说也无用。 但不管如何, 做事总得有始有终, 这是需去跟人家姑娘说个清楚才是。 见丈夫语气软了, 周氏也就答应下来。 吃完饭, 带上当年的信物, 绣了牡丹花的帕子, 以及一封诚恳道歉的书信。 去南边街上, 请了个中间人张沈, 让他去烫个庄村带话。 第二天, 张沈便来回话了。 说是那姑娘看了书信后, 一声不吭, 找出当年周氏给的信物, 连着这封书信一起, 一并给了自己。 同时, 张沈问了一句, 那姑娘长得跟个天仙似的, 瞧上去又是知书达理的样子, 你家儿子为何瞧不上? 周氏随便敷衍了一句, 怕是两人缘分不够。 他本来还有些歉疚, 听的事情这么顺利, 对方毫无纠缠之意, 心中一阵高兴, 当即拿了些碎银答谢张沈。 送走张沈后, 周氏又跑去前院找张长良, 把事情说给丈夫听。 志远没说错, 宁家那姑娘就是心中有人了。 否则, 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就把信物交还了回来。 张长良摇了摇头, 人家不说话, 是说明心中藏了气, 又不屑于计较, 故而才会将书信随着信物一起退回来。 见周氏不以为然的样子, 长叹了一口气, 这姑娘是个重承诺, 又拿得起, 放得下之人。 是我们志远配不上人家, 这门亲是可惜了。 周氏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是宁家姑娘配不是自己儿子才对, 但他也不反驳, 一身轻松地转身走了。 一般而言, 在母亲心里, 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那个。 这点, 周氏做得尤其突出, 他从不认为自己儿子有神妖过错, 即便有,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由于张志远的种种不配合, 给他说亲的事, 进展得并不顺利。 说句老实话吧, 虽说张家家境殷实, 但张志远这个人, 其实并不被人家父母看好。 所以, 好人家的女儿, 是不愿意嫁过来的。 不过, 张志远不在乎, 大丈夫之患功名不利, 何患无期? 他觉得自己是个有报复的人, 将来定要做一番大事业。 当然, 就目前而言, 空有一身功夫无处施展, 也是颇让他苦恼。 话说回来, 生活中, 但凡学了些拳脚功夫, 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就算没用上, 也能起到恐吓的作用。 有一日, 张志远又和一群朋友在外头喝酒。 喝完之后回家, 在路上见到几个泼皮无赖, 正出言挑逗跪在街边的一位妙龄女子。 此女子有几分姿色, 一身搞素, 很是七碗的样子。 面前还放了张纸, 上写卖身脏腹。 本来他遇着难事, 就心里憔悴。 这下被人围着, 且个个出言不逊, 就更是难堪。 面色苍白不说, 泪水还淌了一脸。 张志远素来喜爱打抱不平, 这回更是看不下眼, 走上前就与人理论。 你们要不帮人一把, 给人赢钱。 要不就回家歇着去, 别在这里取笑人家。 几个泼皮无赖, 是识得张志远的, 知道他这人打起架来不要命。 便不与他计较, 笑嘻嘻地走了。 张志远从身上挑出一把碎银, 也没数有多少, 全都塞到女子手中。 这些给你, 拿去用吧。 女子伸手接下, 万分感激, 给他磕了个头。 在磕时, 被张志远拉起, 不必如此。 一点寻常小事, 不值当受此大礼答谢。 女子羞涩地说道, 带我将家中事情料理完毕, 并来找寻恩公。 不用, 安心做你的事去吧。 张志远不以为意, 说完转身走了。 接济朋友, 是他常做的事。 再者, 他不想做这种趁人之危, 占人便宜的事情。 顾接这事, 他就当过眼烟云, 转过头就忘了。 没想到, 十天之后, 这女子果然来找他了, 还是直接上他家去的。 张志远回到家, 见母亲与一女子坐在堂屋里闲聊。 那女子挽着个包袱, 瞧上去还挺面熟, 不觉心中纳闷。 女子见到他回来, 立即起身, 放了包袱到椅子上, 然后走过来, 端端正正地给他行了个礼。 小女子月如, 家中是以料理完毕, 特意一路询问过来, 找到恩公。 以后, 我就是恩公的人, 为奴为妾, 但凭恩公发落。 张志远这才将他想了起来, 断然拒绝, 那日我已与你说清, 不必来找寻的。 心中却道, 这女子是守诚信之人, 本来拿着银子完全可以走掉, 不用再回来。 不自觉地就高看了她一眼, 说话的语气也叫平常温和。 岳如不肯, 如今只与我孤身一人, 无亲无故地, 还望恩公收留, 做个洒水扫地的丫鬟也可。 周氏见他模样长得周正, 性子瞧上去也不错, 又见儿子对他说话的语气不同, 暗存, 那定是对他有好感了。 于是就想从中周旋, 道, 既然如此, 志远还是将人留下吧, 他一个人也不知去哪里, 怪可怜的。 张志远听了女子的一番话后, 心中也有此意。 在听的母亲这么一说, 正好顺坡下驴, 就答应留了岳如下来。 岳如很勤快, 主动抢着干活, 带张志远很好。 不管他回来得有多晚, 必定是要等到他回来后, 才肯去入睡。 有日, 张志远没有回家, 他竟然等了一整晚。 张志远得知后, 心里很感动。 家中有这么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 每天在等着自己, 福福何求。 自此, 她改掉了夜不归宿, 每日很早便回了家。 周氏瞧见儿子百炼钢化成了绕纸柔, 心中自然欣喜。 带志远跟他提出要娶岳如后, 他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成亲后, 志远对岳如很好。 在外头见到什么好东西, 不管玩的还是吃的, 都想着带一份回来给他。 只不过, 岳如身子骨弱, 喜欢分榻而卧。 饶氏如此, 志远对妻子的好, 仍然是不便。 常常叮嘱母亲, 记得买补品给岳如补身子, 周氏总是笑自家儿子, 好似换了个人, 懂得心疼照顾人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 平淡中带着甜蜜, 志远对此生活很满意。 就是周氏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这两人成婚将近一年了, 岳如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过, 周氏是不敢说岳如的, 说了怕儿子会不高兴。 他总说岳如身是可怜, 不能欺负他, 顾户欺负得很紧。 又到了收租的日子, 张常良的腰痛病却犯了, 便让儿子替自己去乡下跑一趟。 志远不多言语, 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就风风火火地赶去了。 有几户人家收成不好, 又见着是少掌柜前来, 其他没经验, 有心想让他捡些租。 志远没答应, 同一块土地上, 别人与你种着同样的东西, 你种不好就要减租, 那种好了的人家, 岂不是要吃亏? 再者, 种得好种不好, 是你的事与我合干。 那几户人家被他说得没言语了, 只得乖乖地交租。 但这么一折腾下来, 就耽搁了他回家的功夫。 还没等他走到村口, 就下起大雨来。 他没带雨具, 便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避, 想等着与小些再继续赶路。 电闪雷鸣中, 天就像被划破了无数个口子, 雨越下越大, 面前是白茫茫一片。 再加上狂风大作, 没过多久, 志远的衣服就已经完全湿透了。 无奈之下, 他扣响了这家的大门, 没人应答。 可明明屋子里亮着灯, 说明里头是有人的, 就是不肯开。 志远在跑去窗户边, 大声祈求, 希望能进去避避风雨。 他一直求了进一课钟, 又去扣门。 屋门这才被人打开了一小半。 志远看着里头的人, 挣住了。 是位亭亭玉立的女子, 似乎才从画中走出, 还带着水墨的韵味。 只是, 一身搞素, 不知是在为何人守孝。 志远在心中思量的时候, 女子开口了。 何事? 语气冷冷冰冰的。 志远晃过神来, 用手指了纸外头, 这风雨实在太大了, 我能不能进去避避避? 女子将身子闪到一旁, 让了她进来, 又把门关上。 志远向她表示感谢。 女子板着一张脸, 冷声说道, 不用谢我, 是母亲瞧你可怜, 同意你进来的。 志远这才发现, 屋里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 以及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 志远这才发现, 屋里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 以及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 转而对着老妇称谢不已。 老妇点了点头, 我家是不方便让外人进来的, 要不是接这雨实在太大, 我也不会动这侧隐之心。 志远瞧着这一家人, 面色都挺肃穆的, 觉得他们是不是害怕自己是个坏人呢? 连忙说道, 我幼年也是住在曹头村的, 只不过后来随父母去了镇上。 我父亲叫张长良, 开染不防的, 不知您认不是他。 志远想着, 村里老一辈的人, 一般都认识自己的父亲。 这么说了后, 兴许这家人会给自己一点好脸色看。 哪知这家人毫无反应。 志远自觉无趣, 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呆呆地站立着。 少请, 老妇人对着他说道, 我瞧着这雨, 怕是停不了, 家中地方狭小, 你受些委屈, 与我小儿住一屋吧。 志远当即硬了下来, 他明白, 这是人家告诉自己, 不合适待在这呢, 让他去过一个屋子, 跟我来。 少年淡淡地说完, 领着志远去自己屋里, 随后又出去, 在进来时, 给他带了套干衣服, 和一碗姜汤。 这家人虽说冷漠, 但招待却不失礼数。 夜里入睡前, 志远小心翼翼地问少年, 女子是你的姐姐吗? 为何他穿校服, 而你不穿? 少年看着他, 半赏才说, 是我兄长过世了。 见少年的面上起了伤感之意, 志远不好多问。 心道, 这也难怪, 寡妇门前是非多, 难怪他家不愿让人进来。 这个家十分地简陋, 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好在屋子没有漏鱼, 倒也安安稳稳地 过了一晚。 一日, 天才将将亮, 志远便起床, 打算尽早离去。 女子已经在给家人做早饭了。 听她说告辞的话, 并未出言挽留, 仅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志远为表达自己的谢意, 拿出三两银子给她。 这对乡下的人家来讲, 已经很多了, 足以让这家人 过上一段时期的好日子。 女子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将银子接下了, 但没说感谢的话。 志远以为乡下人不善言辞, 没介意, 又说了句告辞, 转身就走。 那只这时, 女子在她背后说了句, 小心你家妻子。 志远听了, 勃然大怒。 月如在家里, 自己都不容人说她一句, 就更不容外人说她了。 当即转身骂道, 你这人好生无趣, 好心给你银子, 竟然说出诋毁我妻子的话。 没管女子怎么想, 心里窝着火, 气得拂袖离去。 在村口雇了辆罗车, 紧赶慢赶地回到了安城镇。 这一路上, 她还在心里, 骂着女子不识好歹。 离家还有一段路, 她想着去街上 给月如买两样点心, 便让车夫停下, 劫轻车前, 让人回去。 才走了几步, 遇到认识的人, 想上前打声招呼。 那人见了她, 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家不是出事情了吗? 志远心里一沉, 我家出何事了? 见她似真的不知情, 那人好心地说道, 你家染不防起火了, 全烧没了。 志远大吃一惊, 没与这人再说, 转过身, 就往右边自家跑去。 张家的前院一片狼藉, 地上全是水。 几个做事的伙计, 再打扫着残余。 里头本搭了不少木架, 专为晾晒布而用, 现在全烧成黑炭, 不自然早就烧没了。 张长良和巡检司里的几个人 再说着话, 周世泽呆呆地站在院子边上看着。 一天未见, 他们俩的嘴上, 紧急地长起了疗炮。 几十年的辛苦经营, 毁于一旦, 这任谁都会接受不了。 志远在院子里找寻了一圈, 没有见到月如, 便去问周世, 娘, 月如呢? 她没事吧? 周世本是呆愣无力地站那, 这会听到儿子的声音, 不知哪来的火气, 抬手又给了她一个巴掌。 这个狠毒的女人, 你从哪找来的呀? 卷走了家里的钱才不说, 还想纵火烧死我们。 志远傻了, 纳纳地说了一句, 怎么可能? 昨晚下了那么大的雨, 正在询问张长良事情的一个小丽, 不觉笑出了声, 早就听闻张掌柜的儿子挺魂的。 皆一见, 果真如此。 直到她去了曹头村收租, 可曹头村与安城镇相隔了四、五十里路。 那下雨, 这儿可不一定会下。 再者, 院子里的东西都被烧成这样了, 总是事实吧, 她居然还不相信。 站在小丽身旁的李补快, 重重地咳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小丽惠意, 飞快地收敛住笑容, 重又正色询问张长良事情。 志远不死心, 跑去自己屋里查看。 果然, 首饰盒里空空如洗。 屋子里值些钱的东西, 还有她的衣物全没了。 志远一下子蹲在地上, 将头埋在壁弯里, 气不成声。 从小到大, 没被人这么对待过。 她想不明白, 月如对自己的好, 全都是假装出来的吗? 那得是多么处心积虑啊? 人心都是肉肠的, 自己和母亲对她那么好, 她怎么就没感动, 怎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张家人不防起火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镇。 赏午饭刚过, 李补快带着几人, 急匆匆地又来了。 来的人当中, 张家人认识两个, 是镇西头染布房掌柜赵成中夫妇。 他俩身边还跟了个神色慌张的中年妇人, 瞧着面生。 据李补快介绍, 前几日, 赵家染布房来了个年约二十五、六的小伙子。 说是家中出事集钱用, 不得已, 把染布的一个秘密配方 以五十两银子卖出。 赵这个方子配料染色, 能将光泽度提高。 染出来的布, 颜色鲜艳好看。 那日正好赵成中的七弟结婚, 他俩去了隔壁镇上喝酒, 晚上没回来。 管施的方是听了, 有些心动。 毕竟染好的布料光泽度不够鲜艳, 一直是赵家染布房的难题。 但他并没有立即买下, 而是提出要先试一试。 不然, 哪里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那人不肯, 说要买便买, 不买就算了。 若给他试了, 方子不就被他免费得了去吗? 说完, 那人就摆出了立即要离去的样子。 方管是急了, 拦住那人一番讨价还价后, 以二十两银子成交。 当日, 他便试了这个配方, 确实是可行的。 赵成中夫妇回家后, 听说了此事, 觉得很可疑。 家中的染料方子, 是代代相传的, 哪里会拿出来卖钱呢? 退一步说, 就说实在是不得已, 急钱用, 也不至于将个祖传秘方草草地便宜卖掉。 完全可以自己单独配好色, 拿快不识一试。 这样, 买出的价钱不就高了吗? 赵成中估摸着, 此事只有一个可能, 这个方子来路不明。 并且, 卖配方的人, 一点都不懂染布房里的操作。 今日晨午边上, 听到张家染布房起火的事情, 赵成中立即想到了那配方, 觉得二者必有联系。 他是个堂堂正正做生意的人, 不愿意因此事受到牵连, 故而立即带了方管事去巡检司, 将此事说明。 巡检司里有位能人, 姓傅, 是位画师。 他根据旁人的描述, 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往往有七、八分像。 于是, 在方管事细细地叙述下, 副画师将那男子画了出来。 李补快这才带了人前来张家, 进一步调查案情。 说完, 他拿出画像, 展开来, 问张家人认不认得这上面的人。 张长良夫妇仔细地看了, 先是摇头, 后又点头。 这人, 好像来过我们家, 总觉得此人有些眼熟, 但又说不上来是谁。 最后, 齐齐将目光看向了自家儿子。 张志远对此人是熟得很, 他一眼就认出画像上的人, 是自己的好友, 李贝春。 确实来过几回, 这话, 他说得很无力, 被人出卖的感觉, 非常不好受。 更何况, 出卖自己的, 还都是身边亲近的人。 张长良看了他一眼, 感觉自己的老脸都没出歌了, 总让他不要交些酒肉朋友, 他不听, 还要与自己吵。 这下好了, 一个家都被他误交的恶友给毁了,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月如这个女人, 定是和李贝春联手的。 李不快挑了挑眉, 这是其实还真的挺明显, 但没有证据, 不好断言, 只是说, 我们会尽快查出实情的。 月如的画像, 今早张家人已经提供给了自己, 再从李贝春下手去查, 相信事情很快便会水落石出。 寻检司的人没有让张家人失望, 七天后, 这案子告破。 并且, 嫌犯李贝春和月如两人也被抓获, 被送进了大牢。 张志远是跟着父母一道, 在寻检司听李不快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月如其实是李贝春的女人, 被她从外地带到此处, 身世确实可怜, 无父无母。 但所谓的卖身脏妇, 不过是骗张志远的一个把戏。 她跟了李贝春有两年多, 这在葛庄村不是个秘密, 随便打听下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 李不快看了张家人一眼, 心中是有些奇怪, 婚姻大事, 这家人怎会如此草率? 去打听个人, 就这么困难吗? 不过, 看他们面无表情, 李不快不好说什么, 她接着往下讲。 李贝春的母亲嫌弃月如来历不明, 不同意她进家门, 故两人没有成亲。 李贝春喜好赌博, 但赌数和运气都不好。 因其烂赌, 家中的钱财被她输得干净。 亲戚朋友嫌弃她, 也怕她纷纷躲着远远的。 她无法借到钱, 便想了法子, 让月如去张家, 替她捞些钱财出来。 月如骗得致远的同情后, 不费吹灰之力, 就与她成了亲, 顺利地取得了她完全的信任。 染布房的钱财 都被周氏掌控着, 她有打马掉的习惯, 一个月会出去 与人打几回。 有日正巧遇上智远要用钱, 她便把钥匙给她, 让她自个儿去钱匣子里取点用。 不巧, 这是被月如瞧见了。 当智远拿了钱要出去, 她便以怕她会移施钥匙为由, 提出替她保管, 带回来后再给她。 起初智远有些犹豫, 想了想, 最终还是不好意思拒绝, 把钥匙给了她, 并且叮嘱不要跟母亲说。 这串钥匙有三把, 月如不知是哪个, 就分别都配了。 没急着去弄明白, 等张长良夫妇和智远都没在家的一回, 她才去弄清楚了。 平常智远给她的钱, 攒下来后都给了李贝春。 但赌博是个无底的深渊, 李贝春十赌九输, 那点钱根本不够她输的。 于是, 她想出了个法子, 一次性掏空张家。 这点也得到了月如的赞同。 她深知在张家待不长久, 日子久了, 必定会被张长良夫妇察觉。 那天致远去曹头村收租, 晚上没有回来。 她偷偷去找李贝春, 让她准备行事。 夜里九点多, 她煮了一锅馄饨给大家当宵夜, 里头下了药。 慢慢地。 张长良夫妇和伙计们 一个个地觉得很困, 便纷纷去睡了。 将近十二点, 她打开后门, 让李贝春进来。 拿了配好的钥匙, 溜进张长良夫妇的房间, 很顺利地把张家的钱财 拿了个精光。 既然取到了钱, 为何又要纵火呢? 主要是心虚, 怕张家人醒来, 会追上他们。 故意不做二不休, 去厨房取了油, 浇在木架上, 点火烧。 木架上都搭了块晾干的布, 火势燃得很快。 这院里后面的事, 张家人自己也知道。 前院熊熊大火, 后院的人却毫不知晓, 仍是在呼呼大睡。 打羹的人发现火情, 大声呼喊。 把林里吵醒, 大家一起出来浇水灭火。 但火势太凶猛了, 紧靠着一盆盆的水来浇, 一时灭不了。 有人想法子去了后院, 使劲叫张家人。 发现根本叫不行, 便又去喊了些人来。 砸开门, 把他们一个个抬出来, 从后院的门弄出去, 再设法叫醒他们。 想到那晚, 险些殃及到生命, 张家的人都沉默不渝。 过了好一会儿, 张长良问道, 怎么把那两人抓到的。 李不快笑了笑, 这两人跑得远了, 去了安远镇, 离我们这有一百多里路。 好赌之人, 走哪儿都离不了赌。 在那儿的一个赌方中找到了李贝春, 再由他找到了岳如。 顿了顿, 有些遗憾地说道, 两人全都招供了。 只可惜, 偷得的钱财被李贝春全部输光了,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张长良叹了口气, 有命站在这里, 已是大幸。 其他的, 不奢求了。 张家人离开巡检司的时候, 李不快单独叫住了张志远。 犯人月如很后悔, 他说对不起你, 让我带句话给你, 一日敷七百日恩, 问你可不可以原谅他。 张志远没吭声, 李不快又道, 他是你妻子, 若取得你原谅, 最可以判清一些。 张志远淡淡地说道, 他和李贝春, 也算是夫妻。 说完, 转身就走了。 半个时辰后, 他又来了巡检所, 拿了封修书, 请李不快交给月如。 烦情转告他, 自此后, 我与他再无瓜葛。 李不快接下了, 见他面露颓丧之意, 好心宽慰他。 因为年轻, 识错了身边的人, 这在所难免。 但须得吃一切, 掌一致, 以后别再做糊涂事了。 通过这次查案, 了解到不少张家的事情, 李不快深深觉得这一家子人, 从上到下都糊涂。 凤凰不要, 要草鸡。 把草鸡当成宝供着, 结果还被啄了一顿, 真是令人感慨。 只是, 不关乎案情的事, 他懒得说出来。 张志远点头硬下, 再一次谢了他, 离去了。 染不房是开不成了, 还得陪客户们的损失, 算是元气大伤了。 张长良如今是非常懊悔, 养不教, 父之过。 儿子幼时, 自己没有好好地管教他, 责任还是在于自己。 他的五个女儿知道这些事后, 劝二老搬到城里去住。 五个女婿每人出一些钱, 替他们重新置办了房产。 张长良想想, 这样也好, 安城镇自己是没法再待下去, 生意全跑去了西头的赵家染不房。 又想着儿子无事可做, 就打算把名下的田产全部变卖掉。 想法子再凑些钱, 好去城里开家小的染不房, 从头开始。 去曹头村卖田地的时候, 他把张志远也带去了。 对于这个儿子, 他得用心一步步地重新开始教。 事情处理完后, 张志远想起了 上回在那户人家里避雨, 女子好心提醒自己注意月如, 却反遭自己痛骂的事情。 心中惭愧, 打算去跟人家说声道歉的话。 于是, 重又扣响了那户人家的门。 这回, 门很快就开了。 门后站着的, 不是年轻女子, 而是她的婆婆。 老妇人看见志远身后的张长良, 点了点头。 张长良也笑着跟她打招呼, 多有叨扰。 很显然, 他们是互相认识的。 志远心中很奇怪, 为何那日, 自己说出父亲的名字, 她毫无一点反应呢? 来不及多想, 她对老妇人说明来意。 我只是想对你家儿媳说声对不起, 上回错怪了她。 虽说老妇人认识张长良, 但没有要把他们请进屋的意思。 平静地说道, 前段日子, 她已经离开这儿,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志远皱起了眉头, 她怎能扔下你们母子二人, 独自离去呢? 老妇人笑了笑, 她并不是我儿媳, 原本是买来给我病重的大儿冲喜的, 只是见了面后, 大儿不肯, 她不想害了这姑娘。 姑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她一直在这儿照顾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大儿去后, 又主动为她守节一年, 以报答她的恩情。 张长良听后, 感慨万分, 这姑娘, 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啊。 老妇人点了点头, 犹豫着想说什么, 嘴唇动了动, 最终什么也没说。 见她态度冷淡, 张家父子拾去, 说了几句话后, 便告辞离去。 半个月后, 张家的老房子也卖掉了, 全家搬去了城里。 五个多月后, 张长良又办起了一家染布房。 但新开的店铺, 不会有多少生意上门。 而且, 她也不想灌着儿子, 就去置办了一副染酱蛋。 上面放着小炉, 水铁罐和各种颜料, 让志远走街串巷去招揽生意。 平常人家欲染些零星杂色布料, 拿去大的染布房, 管事是不愿接的, 只能去小作坊。 但小作坊有可能离家很远, 不太方便。 这种挑担上门的生意, 就灵活许多。 还可以当着人们的面染色, 等上一些时, 便可以取到了。 所以, 最受平常人家的欢迎。 如今, 志远便踏实了不少, 她每日都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 而且, 态度还很热情。 每回将染好的衣服布料捞起滤杆, 交给客人, 会再三叮嘱他们, 回家定要用凉水浸泡上一天再晾晒, 这样就不容易褪色。 有时, 有的顾客嫌她啰嗦, 说自己早就清楚了。 她憨憨地笑着, 下回又再提醒一道。 经常在城里各处转悠, 对街边的摊贩, 了解得很清楚。 城西边上, 有家麦田酒酿的小铺子。 来来往往的人, 都喜欢顺便在这买上一碗喝。 铺子很小, 里头摆不下桌椅, 只在门口放了两条板凳, 供人们暂时歇歇脚。 志远买过一回, 觉得这里的酒酿不错, 价钱又便宜。 至此后, 她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麦田酒酿的老板, 是位年轻的女子。 脸上总是蒙着块面纱,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顾盼有神。 常有无聊的人起哄, 让女子摘下面纱, 一睹方言。 女子从来不搭理, 自顾自做着自己的事情。 她做事很麻利, 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再加上曼妙的身段, 一举一动, 都成了人们眼中的一道景。 同其他人一样, 志远也会边喝酒酿, 边欣赏女子做事。 心里头常在想, 她的相貌肯定也是很美的。 有一日, 志远做事晚了, 又累又饿。 路过这家铺子, 见她正准备关门, 便赶紧过去问她 还有没有酒酿。 女子盛了一碗酒酿递给她, 问, 你怎么会来城里? 她极少跟人大话, 这让志远既有一种 受宠若惊感, 又觉得很奇怪。 你认识我? 女子答道, 你给过我三两银子。 本事不应该接的, 但当时我们都很穷困, 故我接下了。 志远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自己在 曹头村老妇人家夺雨时 见到的那名女子。 她名叫子童, 那日接下了银子, 留了二两给老妇人和少年。 自己拿了一两, 来城里租了这个铺子卖酒酿。 还好有你的银子之称, 才能做得起买卖。 银子就当是我借的, 日后攒了钱再还你。 子童人长得温婉, 话语却说得很是爽快。 给出去的银两, 哪有再问人要回来的道理, 我从未做过此种事。 志远干巴巴地说着, 心跳得很厉害。 至于为何会这样, 她说不清楚。 慢慢地喝完酒酿, 拿碗还给子童。 问她, 你那时, 是怎么知道月如是我的妻子? 很早就见过我吗? 子童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说道, 在葛庄村, 知道她和李贝春的事。 在安城镇为赵公子抓药时, 见过你们俩在一起逛街。 后来, 又见她和李贝春在一块, 举止亲密, 故才觉得她有问题。 志愿暗存, 她嘴中的赵公子, 应就是曹头村老妇的大儿了。 说起以前的事, 她心中一难评, 不自觉地把自己家发生的那些事说了出来。 子童静静地听她倾诉, 期间没有插一句嘴。 末了, 才说, 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识人, 擦亮眼睛, 好好的过日子。 志愿交朋友, 向来都是自来熟。 这次交谈以后, 她往这来得更勤了。 不过, 子童还是老样子, 没再与她搭过枪。 有日, 志愿又来了。 见几个痞子, 无赖站在子童殿门口不肯走, 嘴里还说着乌言晦语的话。 顿时怒不可遏, 当即上前呵斥。 她长得高大结实, 一看就知是习武之人。 插着腰往那一站, 把这几个痞子无赖吓得不敢再随意乱言语了。 从此, 志愿主动担负其保护子童的职责。 不再走街串巷了, 在她店铺旁边寻了个空位, 定点在这做起了染布的生意, 一直陪她到收摊关店门。 这么一来, 她的生意自然比以前少了很多。 人们不如直接去附近的小染布房, 何苦要专到这里来寻她。 对于志愿的这种行为, 子童劝过几回, 让她实在不必如此, 还是应以自己的生意为紧。 志愿不听, 执意要这么做。 说是万一自己不在这儿, 有人来捣乱怎么办? 见劝解无用, 子童便由着她, 没再理会这事了。 来甜酒酿铺子的客人中, 不知何时多了位书生。 约二十七, 八岁的年纪, 相貌堂堂, 气质儒雅。 她从不多话, 总喜欢端着碗, 走到离铺子不远不近的地方, 站在那儿慢慢地喝。 别人喝得再慢, 差不多一刻钟是要喝完的。 她则不然, 每回要喝上小半个时辰, 仿佛是在品着穷江玉叶。 她好似非常喜欢喝这酒酿, 有时在这里喝完后, 还要打上一壶拎回家。 几天后, 有人认出她来, 是城里叶园外的长子, 新科状元叶新培。 众人哗然, 没想到这等身份的人, 也会来市井喝甜酒酿。 一位中年男子好奇地问他, 这酒酿, 你喝得如此慢, 是品出了什么不一样的滋味吗? 叶新培点了点头, 有花的香味。 男子又问, 是何种花香? 叶新培回答, 百花。 旁人大笑, 酒酿就是酒酿, 哪里会有花的香味? 以为读书人不懂酿造之法, 才独独品出了不同的味道。 叶新培不争辩, 由着他们笑。 子童听见后, 抬头看了他一眼, 眼眸中有疑惑。 志远又去打了一碗酒酿来喝, 这回没有大口地喝下, 而是细细地小口品尝。 还别说, 真的是有一股花香, 轻轻淡淡地萦绕在舌尖。 志远每天赚得的文钱, 是要交给母亲的。 这些天, 周氏见他早出晚归, 可交回的钱却越来越少, 怕他又犯老毛病, 重新去结交些狐朋狗友。 于是有日, 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这才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周氏细细地瞧着, 总觉得儿子这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担心他会重蹈覆辙。 回了家后, 立即去找自己的五个女儿, 让他们无论如何, 都要给弟弟找一户好人家的女子。 女儿们不敢为命, 纷纷当作一件大事去办。 很快便找到了适灵的几个。 只是对于姐姐们介绍的女子, 志远都不满意。 周氏脑了, 我瞧你一门心思, 就放在那卖酒酿的女子身上了。 志远先是奇怪, 母亲怎会知道, 而后坦然地承认。 对, 我就是喜欢她。 这种喜欢, 与当初对月如的喜欢完全不同。 月如对自己好, 自己才会对她好。 可对子彤的喜欢, 很特别, 是发自内心, 不由自主的那种。 周氏这回说什么也不答应了, 吃了一回大亏, 还不够吗? 不知来历的女子, 不能再找, 一定得找个门当户对的。 志远不肯, 怎么不知来历了? 她在曹头村待过, 当即便把老妇人的话, 跟母亲说了一遍。 您瞧, 她跟别的女子不一样, 有情有义, 很让我佩服。 听完这些, 周氏笑了。 原来是已经嫁过一回的人了, 不管是真嫁还是假嫁, 都不可能再进我家的门。 志远气得满面通红, 欲再跟母亲争辩, 周氏没理她。 让人将冉将带收了起来, 把志远锁在屋里, 不许她再出去了。 志远想找父亲跟母亲说理, 可是冉不房的事情忙得很, 处处需要张长良亲力亲为, 他没有闲心听儿子啰嗦感情上的事情。 十天后的一个下午, 周氏出外打马吊, 志远就是寻了这个机会, 偷偷从窗户处跳出去, 又去翻围墙跑掉了。 周氏得之后, 气得很, 当即带了人, 往城溪处去寻她。 没想到, 在半道上就遇到了。 只不过, 志远瞧上去很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周氏问她话, 她不搭理。 回到家后, 直接躺床上去了, 叫她吃饭也不理。 起初以为饿她一天就会好转。 那只三天过去了, 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连口水都不肯喝。 周氏慌了, 在床边哭着哀求她, 仍是没反应。 这么一来, 张长良觉得事情严重了, 张家的香火还得指望她延续呢。 让人去把女儿, 女婿全都叫来, 大家在一起商量个法子。 女儿, 女婿们都是孝顺的人, 纷纷急急忙忙地赶过来。 一群人听张长良夫妇先后把事情说了一下, 全都茫然得很。 因为, 二老说得并不是很明白, 她们也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女婿成正义人要稳重些, 特意跑去了城溪处, 到致远长去的地方, 很是耐心地将三天前发生的事情细细地全都打听了个遍。 市井之处, 每天都有闲闲碎碎碎的事情发生。 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当蜀卖甜酒酿的女子嫁给新科状元的美事。 人们都说, 那女子貌若天仙, 与状元郎是天生一对。 成正义把听来的事情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 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将致远打击到了。 于是, 卯足了精神继续询问旁人。 郎才女貌的故事总是羡煞旁人的。 人们很热情地把这件事描述得仔仔细细, 连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 就算这个忘了, 另一个也会立即来补充。 不多会儿, 成正义了解清楚了。 谢过了大家, 转身离去, 回张家向岳父岳母禀报。 当然, 有很多的话是人们自个儿想象出来的。 成正义分析了一下, 没说出来, 只把这件事情的主要脉络说了说。 大约在十一, 二天前, 卖甜酒酿的女子在收摊的时候, 面纱不小心被风吹掉了。 她的相貌被新科状元瞧了个完全, 惊为天人。 当即就走到她面前, 跟她说了一句话, 并从怀里拿出一幅画像, 展开给她看。 女子看完后, 痛哭不已, 然后就跟新科状元走了。 后面几天, 甜酒酿的铺子都没有开门。 等再来人, 打开铺子门收拾里头的东西时, 却不再是那位天仙女子。 旁边店铺的人好奇, 向来人打听情况。 那人说, 女子已与自家少爷成亲, 她是来替少夫人退掉这个铺子的。 接着又到, 承熙这一大片的铺子, 都属叶家所有。 即使少夫人以后想重新开店, 也用不上这种小铺子。 张家的二女婿听到这里, 插嘴说道, 这件事我也听人说过, 状元郎从京城回来, 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一直在周边的村子里 寻找一位女子。 苦苦地找了许久后, 才知原来她人在自己家门口。 三女婿听了大受感动, 好一段佳话呀, 那阵风起了绝妙的作用。 若没掀掉女子的面纱, 状元郎就找不着她了。 几人在这里说得起劲, 没想到床上的志远听了后, 直流眼泪。 她从床上坐了起来, 连鞋也顾不上穿, 摇摇晃晃地就往屋外走去。 周氏挡在她前面, 我的儿啊, 你到底为了何事? 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志远皱着眉头, 推开母亲。 肯定是那几天我没去, 子童遭人胁迫, 才会嫁给她。 我得去救人。 张家的四女婿暗存, 她嘴中的子童, 应该就是叶家的少夫人了。 连忙上前拦住她。 你不要乱担心, 人家那两个人好着呢? 我有朋友认识叶家的人, 成亲之前, 叶公子是征询过那女子的同意后, 两人才办婚事的。 就是, 人家是状元, 怎么可能会做强强民女的事呢? 张家的五女婿也在旁边相劝, 只是, 这几人以为自己是好言相劝, 但对致远而言, 犹如在伤口上撒盐。 她觉得自己的心好像空缺了一块, 疼得很。 又加上几日没吃饭, 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周氏这几天也是心力憔悴得很, 见儿子这样, 他心一急, 也跟着晕倒了。 这一下, 倒了两个。 张长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说不出话了。 五个女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哭哭啼啼。 这哭声, 越发让人心骄不已。 张家, 真的是乱套了。 程正义稳住神, 让人赶紧去请大夫过来。 大夫诊治过后, 开了药方, 说是急火攻心, 虚静养。 送走大夫后, 程正义把另外几个女婿叫过来, 说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 志愿一定和叶家少夫人有什么瓜葛。 解灵还须记灵人, 不知有什么法子能见到少夫人, 向她打听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张家三女婿连忙摆手, 不妥不妥, 人家才新婚, 我们就去问这种事, 简直是去找妈。 再说了, 就算两人之间有什么, 怕也是致愿自己一厢情愿。 其他人不渝, 皆身以为然。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叶家来人了。 是叶家的老管家, 手上还拎了几盒礼物。 他说, 明日上午四时, 大少爷会带着少夫人来张家拜访。 叶家是懂礼节的, 特意提前来告知。 就是告诉张家的人, 家里记得留人, 别全走光了。 以免到识人来, 扑了个空。 张家的人赶忙着应下了。 承正义心道, 这叶家少夫人和致远之间, 搞不好还真有些瓜葛。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去致远耳边说起了此事。 如他所想, 致远还真的听进去了。 慢慢地睁开双眼, 坐起了身。 承正义一阵惊喜, 赶紧让人端来米粥, 亲手喂他。 他张开嘴吃了, 一口接着一口。 到晚见底, 承正义大大的输了一口气。 致远没事, 其他人自然也会没事。 第二天, 五个女婿自觉地都留在张家, 一起陪着张长良夫妇, 等待叶家来人。 叶新培携着夫人子童如约而至。 一阵寒暄之后, 双方落座。 叶新培说道, 听闻昨日你们在承西打听我夫人的事情, 正巧他也有些事情想跟你们说。 所以我就把他给带过来了。 说完, 他侧手看着子童点了点头, 眸中含着鼓励的微笑。 今日的子童没有蒙面纱, 也没有抹脂粉, 素脸世人。 他确实长得很美, 犹如画中走出来的人。 致远呆正地看着他, 傻傻地问道, 子童, 是不是他强迫你嫁给他的? 你跟我说, 我会帮你。 子童被他逗笑了, 连连摇头, 不是,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致远听了, 心里很难过。 他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一个女子, 这份感情还没开始, 就已结束了。 周氏看着子童, 越看越觉得熟悉, 像自己的一位故人。 见他一直盯着自己, 子童笑了笑, 说道, 张婶, 我姓宁, 辱名今儿。 这名, 还是您给取的, 说是我生下来那天, 是个大晴天。 说完, 拿出一方帕子, 展开放在桌上。 那帕子有些陈旧, 上面绣着朵盛开的牡丹花。 周氏见了, 只觉眼熟得很, 正是当年与宁家交换的定亲信物。 他好似有些明白了, 冷冷地说道, 你是专为报复我们而来。 几位女婿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 志远也听得糊涂。 什么报复? 这怎么回事? 你们一早就认识? 夜心陪皱了皱眉头, 张夫人, 修得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你连子童的来意都未弄清, 怎知他是要报复你们。 若真是要报复, 我们根本无需来此一趟。 这话倒是真的, 业家家大业大, 而且根基很深。 若真要对付一个小小的张家, 那简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成正义赶忙对周氏说道, 母亲, 您听少夫人把话说完啊。 周氏低头不语, 子童将帕子收起来, 拿出三两银子和两张纸, 将三两银子往致远那个方向推了推。 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借了银子给我。 子童, 不用的, 银子是我送给你的。 再说, 你又没有权德, 志远说得很苦涩。 他现在仍然很糊涂,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子童笑了笑, 目光转向张长良, 把两张纸推到他面前。 张书, 这几种颜色是我调出来的, 已经试过了, 可行。 张长良不知他是何意, 双手接过了纸, 看了看。 纸上的字迹秀丽工整, 在一细看内容, 非常惊讶。 这是染料的配方, 共有四种颜色。 这颜色, 目前在市面上还没有出现过。 其中的一种, 是自己调了无数次, 都没有成功过的。 子童沉默了一下, 接着说道, 我家穷, 拿不出嫁妆。 原本是想用这配方代替嫁妆, 后来你们来退婚, 这方子就用不上了。 前些日子, 我整理东西, 正好又将它发了出来。 想着我用不上, 但你们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就拿了过来。 张长良捧着手中的这两张纸, 感觉有千斤重。 无言以对, 心中真是感慨万分。 致远看看子童, 又看看父亲。 什么嫁妆, 什么退婚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 张长良简直要被自己的儿子气死, 事情因他而起, 现在他倒来装无辜了。 骂道, 子童就是你打死都不肯娶的女子,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致远听了, 完全呆住了, 张着嘴巴, 说不出话来。 子童的事情讲完, 不想久留, 和叶欣陪一起, 起身告辞。 致远缓过神, 追在他后头, 说了一句, 子童, 对不起。 他是总算明白过来了, 为何子童对他总是冷若冰霜, 实在是自己从最一开始就伤害了他。 子童转过身子, 淡淡地笑了笑, 事情都过去了, 忘了吧。 将身子又转回去, 继续往前走去。 其实, 子童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说。 他把自己受过的苦难引去了, 只是轻描淡写地挑了几句主要的话说。 当年, 父亲宁训廷一心想考取功名, 光宗耀祖。 他离开家后, 子童与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不得已, 从曹头村搬去了葛庄村, 和两个舅舅家的人一起生活。 两个舅母平常相处就不和睦。 见来了两个吃闲饭的, 都很不高兴。 母亲重病时, 无前医治。 子童曾问过母亲, 既然我与张家的儿子定了亲, 早晚是要嫁过去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现在去求助他们呢? 母亲摇了摇头, 说, 不可以。 这么做的话, 以后人家会瞧不起你的。 后来, 母亲去世了, 大舅母就想将子童找个人嫁出去, 可以得些彩礼钱, 贴补自己的儿子。 天巧二舅母也有此意, 两人明争暗斗。 子童说自己从小就有婚配, 不肯答应他们介绍的人选, 也不肯介入到他们的斗争当中。 结果, 将两人得罪得很彻底。 张家来退婚后, 两位舅母对她冷嘲热讽。 正好曹头村的赵家要娶个媳妇冲喜, 大舅母故意恶心她, 便得了中间人一两银子, 将她嫁了过去。 赵家的大儿子曾经是宁训廷的学生, 他认出子童后, 死活不肯娶, 要求母亲放过人家。 赵母是个善良的人, 他只是听信了他人说的话, 以为冲喜可以将儿子救活。 见儿子态度这么坚决, 也就答应了下来。 赵家其实很穷, 小儿子年纪也不大。 子童在为赵家的大儿子主动守洁的那一年里, 也将这母子二人照顾得很妥当。 那日, 张志远在赵家避雨, 受到冷遇, 时时赵家人觉得他们张家坐视不厚道。 在善良本分的人看来, 一旦许下承诺, 便要去遵守, 而不是违背。 当张志远拿三两银子给子童时, 他想了想, 还是接下了。 那会儿, 他和赵家都很急需浅。 离开赵家时, 他只拿了一两银子, 到县城里开了家小小的甜酒酿铺。 自己养活自己, 挺好的。 说到这里, 顺便说说叶新培为何一直在找子童。 叶新培是在赶考的路上, 认识宁训亭的。 可能是时运不济吧, 宁训亭总是落榜。 到后来, 他失去了信心, 很后悔心中求取功名的执念。 准备返乡时, 在途中感染了风寒。 常年没吃过一顿好饭菜, 身子弱得很。 没抗住, 不幸客死一乡。 他临死之前, 叶新培和几位同学 恰好在他身旁。 宁训亭得知他与自己是同乡后, 将一幅妻子的画像交到他手里, 请他帮自己去看看妻子和女儿。 他说, 自己对不起他们, 若日子能够重来, 他一定在家好好陪伴他们。 他也想通了, 人这一辈呀, 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的家人。 叶新培答应了他, 向他保证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 宁训亭的后事是叶新培和同学一起办理的。 高中状元, 被封售为汉林院编撰。 遇刺游街后, 叶新培就立即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按宁训亭所说, 先去了曹头村, 寻找无果后, 接着去了葛庄村。 得知王室已经过世, 他心中很遗憾。 可宁子童的下落, 无人说得清楚。 这让他找寻了许久, 临近的村镇都被他跑遍了。 由于日后还需返京, 不能长时间花在寻人这块。 无奈之下, 只好回城。 可巧那日他口渴得很, 见到有麦田酒酿的, 想起宁训亭跟自己说过, 他妻子做出来的酒酿很独特, 与别人不同, 带着一股百花的香味。 于是, 叶新培就起了想喝酒酿的念头, 便去买了一碗喝。 原以为宁训亭说的话, 是思乡所致。 那只他细细品味这酒酿, 发现隐隐有股花的香味。 心中一动, 每天都来买一碗细细品尝。 有时会拎一壶回去, 给母亲尝, 母亲也说这酒酿独特。 宁训亭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但还不能肯定 子童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人。 就在他犹豫着是否直接去询问时, 没想到老天爷帮了他的忙。 那天的风特别大, 将子童蒙在脸上的青纱卷跑了。 他这才得以瞧清他的面容, 与画上的人长得很像。 当下就直接走到他面前, 问他认不认识宁训亭。 他惊恶住, 不知如何回答。 叶新培又拿出他母亲的画像, 问他是否认识。 子童点点头, 激动地哭了起来。 伤心是不好在外面说, 以免他情绪失控, 叶新培便把他领回了叶家。 子童整晚都在伤心地哭泣。 叶新培坐在他身旁, 陪了他一整晚。 二天后, 子童感谢了他一番, 提出告辞。 叶新培问他, 肯不肯嫁给自己。 子童惊讶过后, 摇了摇头, 没有答应。 叶新培觉得, 这是老天赐予自己的姻缘, 不可错过。 于是, 再三留人, 动之于情, 小之于礼地劝说他。 子童被他说服, 点头应下, 说, 门楣不对, 他日避讳, 只可作妾。 叶新培笑道, 我只娶妻, 不耐妾。 这句话, 又让子童心安了不少。 叶新培曾经许下过誓言, 为取得功名钱, 不娶妻。 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一向头痛不已, 这回见她松了口, 女子又貌美得如天仙一般, 故很快就把成亲的日子定下了。 对叶家而言, 能用银钱搞定的事, 那都不算事。 婚期虽紧, 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 该有的礼数一样都不缺。 十天后, 叶新培带着夫人赴京。 子童很庆幸遇上了重承诺的她, 给了自己一个崭新的开始。 叶新培却说, 我很庆幸张家人没有遵守承诺, 退了婚。 见子童谋中有不解之意。 她笑着将她揽入怀里, 张家人不退婚, 我便娶不到这么好的夫人。 只是, 这中间, 让你吃了太多的苦。 叶新培疼惜她, 觉得她的过去实在活得太苦了。 而子童却觉得, 那些真的已经成为了过往, 如今有了叶新培的相伴, 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张长良用着子童给的染料配方, 为自己的染布房增加了许多客户。 生意蒸蒸日上, 比以前在安城镇还要好。 她心里很佩服子童, 同时也很感激她。 一个人能不计前嫌, 做到此等地步, 实在不容易, 她真乃其女子也。 张志远沉闷了一段时间, 慢慢地接受了现实。 一年半后, 她安心娶了周氏为她选定的女子, 踏踏实实地过着日子。 她的五个姐夫, 有时在私底下闲聊过往, 说起此事, 常会感慨一番,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人生情缘, 各有分定。 当然, 有的人会感叹致远, 最终没有与子同在一起, 觉得实在可惜。 但这世上的事情, 哪有那么多的圆满, 总会有些让人意难平。 无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